就终于发行 1996年我们就被人双周刊 然后同兰籍的封印 然后1997年我们就停一看 1996村开给你们这报 那2000年左右我们下开发行 我们最短期大概发行到8万分左右 各学校、咖啡店、连锁店、Live Houses 现在大概只有3万分不到 因为我们收到的最大影响其实是爽华跟 跟台北经济报 因为他把所有房子都洗走了 不可汇引的位置 我们很大的危机 可是我们现在 我们这通通通还是之前做的事情 我们到2016还会 好那有几个部分 比如说我报告这些数据 完全是让你了解台湾媒体的一些生态 就是我们的2011年到2014年 广播量大概百分之百成长 2014年我们其实都没有搭业过英文版 对我们其实破告英文版以前 就是那个David Fraser 那David后来就去搞一个游牧运展的这个车来的 所以那外部文件是我们破告的英文版的编辑 所以我厉害从破坏涨过人的实话就少了 感觉对不起 然后2090年我们已经钱不够了 然后英文版就不发行了 然后我们现在两个版本就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是28的版本 感觉到32了 就钱一样就少了 那特别是牧师过世以后 我常常被告知世线的投资会 然后投资会就要求我说你了 然后给一个 然后 给一个 然后 收视同能源 像通败的好处是说 我们的 我们的预算当中 就是世纪一年间给我们一笔钱 然后每一期每一期把皇后钱赚到我们帮给他 他不叫求我们赚钱 可是我不能赔钱 所以我们其实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条件 应该要做更好 而且我们要有义务做更好 因为我们是哪需要的钱 可是就算在这种状况下 我们其实还是很难给一个 我们还是有得接近 那是让你们看一下我们自己的 1995年的风格 那时候的风格 好像是那种 雪山豹 在古老 然后画的 的时候 那时候 这是1998年 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以人物为主 每一个人都 都画他 用画的 然后脏脏的 脏脏的 也发现我们上过非常多 很多人就是我们封面的故事 然后到1999年 我们稍微干净一点 我们稍微越来越 没那么的 纯粑 你知道吗 两千年以后 然后我们就就我们开始改变另外一种本子 就不是以单人物为主 我们开始有很多不同的设计 这是2010几年 我们上过很多 我们的风格是因为我们换过非常多每天 经常一个新的每天就会有一个新的风格 出来 我对他们的并没有特别的要求 就是我唯一的要求是 记者要写出这纸上自己的稿子 就是我看到你 你就知道是新版本的稿子 我看到你就知道是这纸你的稿子 你的要求 是你要 你的稿子要有变湿度 因为这是你的风格 你走以后大家还会认识你 还不想要自己的破告 我对破告的每一遍的要求是一样的 我们当然很多封面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的 可是我是希望在制作上有它自己的风格 所以每个每个都会有不同的开发设计 这个是 我后来有一个非常好的影片 他从英国荒荡有生学院里面 他会非常的画插画 所以应该甚至我们就有这样的插画风格 这个是 我们这个设计的超好讨论 有非常多很细致的设计 后来我们就 所以我们后来要从东西找到一个 以前在做广告设计的来当每一遍 我们看看有阵子有阵子有阵子 后面就变得很笨乱 很快的看看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破告的 leadership 我想再讲 研究生在1997年听看起来 我觉得研究生在50% 副开后现在你大概研究生在那半一半 然后有非常多高中生跟毕业生 也有看到 一百四 我目前就得差不多一块 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 比资深跟大际生 那公司上会看一定多的 好 然后 我们做过一个统计的就是 百分之五十五的人啊 破发是为了后面这个 listing 所以他从来他们看过前面的文章 因为你看 我的 然后也之后非常喜欢破发 因为破发会帮他们 去看很多真名的消息 然后 很多国家相关的主持人很喜欢破发 但是父母应该来说是非常强烈的 另外我提到有一个问题 说 呃 你们知道那个 No More Trusting 就是 美国的英文的 学者 公共资本的 他很老 对不对 那No More Trusting 其实是什么来说 就是 Making Consciousness的 制造共识这个书 这个书其实有一次也被泰国基因 在这个地球上 那No More Trusting 其实有一本书哦 他下一个非常简单的读题 他说 什么使得主流媒体从主流 他觉得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 唯一你可以说 为什么主流媒体 是主流的名字 就是他能够有创造预定 或主宰预定的能力 当一个媒体有这个能力 我就说他是主流媒体 就是移情媒体 我觉得如果按照他这种 标准来看的话 全台湾所有的各种主流媒体 就是他能够有创造预定的 就是他能够有创造预定的 你知道吗 就是宜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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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并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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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兜� 比如说 你考虑做电源媒体 所以你的目的并不是要保留 要维持自身的运作 就是维持你自身运作并不是电源媒体最大的目的 如果要维持自身运作的话 我就是商业的目的 不就有主要 为什么不管知道什么目的都可以 就是我要让我自己活下去 所以我要赚分多钱 或赚起码的钱 那我们自己活下去 可是电源媒体的目的不在分 所以如果电源媒体的目的并不只是在维持自身的运作 那么你就要考虑它的外部计 外部计是说 你怎么考虑你这个媒体跟所有人的关系 跟你读者的关系 跟其他媒体的关系 内部计是我刚刚讲的 你的内部总要有一个过程 是让有机会说话的困意 以前没有被听到的声音有机会被说出来 这种运作 有点像我刚刚说的 我非常鼓励每一个人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第二个运作叫做 就是呢 它需要有一个文堂 然后 它有很多不同的操作的材料 一个是我们刚刚说的那种 破坏的大桌子会议 有其他的操作方法 那第三个运作是artipulations 就是看你跟其他刊物或社会的一些关系什么 那artipulation这个字 其实在文化研究里有用这样做的 这个是让使用口诺 意思说 你必须去读在公园的 你这个媒体跟其他媒体跟社会运动团队的关系 你必须非常小心注意这件事情 比如说 并不是因为你跟它是近200亿 所以 如果它报道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就不报道了 你反正在相反 那在国外还有一种可能是 他们有一个交换机制 比如说 北美的很多认识刊物 它看的内容会跟 比如加拿大 或跟美国 换内容 或是英国换内容 透过这个交换内容的方法来建造开支 它有创造新的内容 那最后一个就是 改变事业 就是 很多人都讲 好那 这会不会不太重要 最后只是我们在讲前 国民对于这个 我 很多都说媒体 可能做平面大概没什么期望 广告越来越少 销量越来越少 但是其实 全世界还是有三个地方 为何跟国民更加 中国民主 中国民主我们大家可以想象 日本人本来就一般在电子上 列个 图文本的小 小开本的那种书 然后另外一方面的那个 全世界大一天 现在有三千万份 免费报 所以免费报形象很多的 那免费报这个概念 其实在 他的收入其实就一直在增加 就主流媒体 的报纸 其实读者 并没有减少 只是有些部分读者 去哪免费报 或是去网络 就是众体的读者并没有减少 那广告呢也是一样 广告 全球的 在2005年的统计 之后我们又再追了 2005年的统计 全球报纸发行量大概增加反至1.2 那大概免费报 增加反至1.6 才增加零倍 那为什么全球报纸发行量会增加 大多数增加的地区都是 俄罗斯跟中国 看一部 那社会现在 情形 非常大的 越来越多 现在的这些数据我想 我想 破坏的部分 再调整 因为调整个 后面完全都是统计数字 就告诉你说 如果真想做个周报应该怎么做 不是 不是 什么周报应 这一块是 我们每次 破坏的数字都把它拿入 当时的问题 The bad thing is live or free 所以 各位大家想看那个点费报 对 厉害 它当然包含了点费 包含的自由 包含一切 所有的 可以想象的事情 这一块 好 我想破坏的部分就谈得到 这一概都 有不要改 没有问题都问我 不是 因为我不想一直介绍破坏 因为他很不知道 他就是个 不是我们啊 他就是一个 就是 我每天都 常常讲破坏的事情 都讲了 所以你们可以 或是你们觉得破坏哪里不好 我们可以改 如果是想骂破坏 这么烂爆应该提到 反正都可以 直接跟我们说 对 这个人没有拿过 破坏的 这边有一些 进几期的破坏 然后也是 就大概发 大家可以翻译 进几期的破坏 我想我们给观看一句 然后就是 或者是刚刚针对老师 就分享面 或是 你 没有任何想要问的 如果要不要做话的 问题就向后面 然后问 中间 先来就给你 感谢观看